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突变第三星 影片一开场 在南极搞科研的挪威科考站的炮灰叔 正坐着直升机追杀一条血跳犬 二哈在前面跑的是香汉淋漓 炮灰叔在后边追得比狗都急 时间不大 双方一路追杀到了美国的科考站 美国科考站这帮哥们的小日子 过得是相当的不错 业余文化生活搞得也是有声有色 这帮人听到动静之后 都跑出来看热闹 二哈一看急忙跑了过去 说大哥那孙子就是一精神病 求求你赶快救救我的狗命 这炮灰叔也是诚实不足败是有余 手一哆嗦居然把自己的交通工具给炸 然后这哥们端着枪就是一通疯狂的扫射 这毛蛋哥因为躲得慢的当场就中担了 大长脸在屋里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直接开枪就让炮灰叔领了 把炮灰叔的尸体弄回屋之后 几个人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大家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毛病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个人决定乘坐直升机 到挪威可考站去摸摸情况 这二哈虽然捡回了一条狗命 但由于受到过度的惊吓 一直是沉默寡言再也不说话了 转场之后 飞行员胡子哥和博士来到了挪威的可考站 两人一看屋里的情况 就意识到肯定是出事 就在他俩瞎球转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哥们已经自杀灵了喝坏了 这个时候 胡子哥发现了一个已经被冻僵的大水石子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 两人来到门口 又看到了几具被烧焦的尸体 从这惨不忍睹的场面上来看 两人一致认为肯定不是北极熊干 随后胡子哥和博士 带着一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回到了可考站 大家伙一看着当下都是猛的一颤 经过解剖 这具尸体一切正常 比他们几个大活人还健康 这二哈被关进笼子里不久 突然就变了异 把其他几位二哈当时就瞎瞎 扯着嗓子不停的喊救命 要说还得是摆过地摊老抽哥 端起火焰喷射器 上去就把二哈烤了在外脚里面 王大白说造成二哈变异的 是一种神秘的生物 这种生物可以完美的模仿它的宿主 也就是说 这个二哈是这种生物模仿出来 正常的二哈都有多动症 哪有这么干净 随后大家观看了 挪威科考站的录像资料 发现这帮挪威人的行为 非常的诡异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秘密 为了搞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胡子哥等人开着直升机 打算过去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原来在几千年前 一种外星生物不幸坠落在了南极 然后直接就被速冻 而好事的挪威人发现之后 就把冰层给炸开了 这外星生物明显就是一百二大 不仅不知恩图报 还让自己的救命恩人全都交了饭票 而且这孙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虽然尸体已经被烤交了 但他的细胞仍然混乱跳 并且很快就把毛蛋哥给干掉 外星生物模仿成毛蛋哥的模样 正在雪地里狂奔的时候 被胡子哥等人给劫住了 看着面前这位熟悉的陌生人 大家伙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要说还得是胡子哥的办事效率高 一把火就把毛蛋哥给烧了 大长脸说毛蛋哥 可是咱形影不离的好机友 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 胡子哥说我要是再不动手 咱都得跟那个二哈式的冰居成狗 为了防止外星生物死灰复燃 大家把那些变异的尸体全给烧掉 转场之后 胡子哥无意中看到王大白鬼鬼祟祟 形迹十分的可疑 他走过去一看 发现直升机已经被王大白给破坏 从王大白的行为举止上来看 这哥们应该是彻底疯了 不仅把可考战的那几只二哈给杀了 而且还把电台给砸 大家伙一看 不能让这老家伙继续胡闹 于是一拥而上 把王大白给跟踪 还有人趁乱往王大白的裤裆上 踹下两脚 行为非常的克制 随后王大白顺理成章的 被关进了小黑屋 胡子哥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咱们这几个人当中 肯定有人已经被外星生物给杀了 老抽哥说 如果外星生物已经复制了 咱们中间的某个人 怎么才能辨识出来呢 博士说这好办呢 做个简单的血清化验呢 就能把那孙子给找出来 可几个人回屋一看 发现已经有人 把他们的血液样本那给破坏了 这下可炸了过了 一帮人开始相互猜疑 彼此间信任的纽带算是彻底断了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而且胡子哥也被大家怀疑 被外星生物给上 胡子哥说 我可是被冤枉的 你们可别瞒看 不然我跟你们一起领和拍 就在双方纠缠不清的时候 没怎么露脸的龙套书突然变了异 这个时候烧烤达人胡子哥再次出售 把龙套书烤得是滋滋冒油 为了查出到底谁是那个变异体 胡子哥开始一个个的化验 胡子哥说 外星生物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生命 所以要想查出谁是外星生物的宿主 还得用烧烤的方式 我把这根从此加热之后 往你们的血液里一放 如果是外星生物的话 肯定会被烫得自瓦乱叫 果不其然 当化验到面瘫壳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当场就把旁边的大长脸和老熟哥 全都吓尿了 小卷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被面瘫哥给吃掉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烧烤达人再次出手了 不过遗憾的是 这次的火候掌握得不是太好 随后胡子哥等人 去找被关在小黑屋的王大白做化验 可金屋一看呢 发现王大白已经不见了 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地板下面有一条汗道 几个人摸过去一看呢 发现王大白居然利用直升机的零部件 做了一个飞行器 哎呀 这外星生物也是脱裤子放皮 多一道手续 你直接开着直升机逃出去不就得了吗 几个人来到门口吃惊的发现 王大白已经把可好站的店给端了 胡子哥说 外星生物意识到自己是逃不出去的 所以他想把自己再次冷冻 然后等待救援队过来救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咱哥几个可能要领盒饭 既然这孙子不给咱留活路 那咱就带着他一起走 外星生物这个时候才发现 这些人里边救胡子哥最坏 于是便去找胡子哥拼命 胡子哥早有准备啊 及时引爆了炸药 让外星生物交了饭票 影片的最后就剩下胡子哥和老抽哥 此时外面零下一百多度 估计这哥俩也撑不了多长时间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唐诗压经 这个世界很奇妙 没事不要吓唬 为了满足好奇心 最后全都交饭票 刚好 碍